What the hell is wrong with me I don't get along with anybody Honestly I've been living in my own head Constantly thoughts jumbled around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I don't want to get lost in the sedative Gotta show them what I got 又回來了 又回來了 喝一口之後就繼續說說 因為都有些新的片集和大家說說 烏魯特拉蠻 Ultraman Arc 還有這個就是特色片 現在原谷的做法就是每半年半年 即是半年翻 就做一個新的超人 另外那半年做什麼呢 就是翻炒回顧 即是不斷用不同的角度回顧一次舊 今次剛剛在上個星期六 就做了新的一集 Ultraman 烏魯特拉蠻Arc 其實上次大家有看我們在這個Megabox 也知道Arc會是最新的 鹹蛋超人 大家都應該在Viu看第一集 是的 我個人來說是開心的 托賴其實真的跟蒙面超人比 超和平成 令和的鹹蛋超人暫時沒有令我失望過 Blaser 正老某 不,令和嗎? Turiga是不是令和? Turiga也是令和的 我又沒有用到失望 因為我失望 男主角失望 反而說造型 另外一套新的蒙面超人家母 我真的非常適合小朋友看 稍後再說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稍後再說 蒙面超人 說了這個 還有一些笑話 台灣的朋友 先說這個 Rocca未看的 我答不到嘴型 因為特攝小看 稍後再說那一套就有看 就是Netflix裡面 叫做CG動畫版那個 Rising 那一套就有看了 我們先說特攝版這個 第一集 我覺得四平八穩 如果以劇情來說 四平八穩 他就開了很多坑 有很多謎團出來了 譬如主角和Arc的關係是甚麼 他開了出來 是已經有關係 很多時候在鹹蛋超人系列裡面 第一集就是講 他們怎樣建立關係 通常 譬如說原來他 譬如好像 Ultraman Jack 通常因為看到他很偉大 救了一個人 通常是救小朋友 感動到超人 然後我就把我的生命寄托在你那裏 你就可以復活 但不知為何 當鹹蛋超人離開時 人家體又不死 不知為何 這次就不是 一來就已經說了 他們倆曾經合作過 變身 主角就說 舊雙好 舊雙好 我可以再借你一次力量來用 已經是說再 扔波不扔蓋 已經是曾經合作過 友誼波 但有一件事 我在劇情或導演拍攝上 我經常都覺得很丟頭 就是一個統一的風格 譬如上一次的Blazer沒有這個問題 或者Z、Z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導演把整個風格很統一 什麼叫做不統一呢 就是留意一下這次ARC和其他很多特殊片 甚至乎電視都一樣 他很喜歡就是嚴肅 一些超人打鬥的場面 就是這個風格 很認真 打 接著一套人間體那些 我們要輕鬆的時候 突然間那些演員很誇張 哦 配樂也好 或者演員的演繹也好 突然誇張了 特別是那個第二男主角喝咖啡那一段 為什麼你那裏沒有咖啡啊 突然之間很浮誇 接著他們出去看見怪獸 又很嚴肅 就很嚴肅 這些可能是因為兒童向 他們有一些浮誇的劇情 希望哄一些小朋友笑 但是如果作為一套風格要統一的電視片集來說 那裏就突然之間會被抽離了 這個我個人來說 譬如上一次的Blazer Blazer 就是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它相對整件事同一了 整件事同一了 那當然偶爾會有一些 整集的Tone是不同了 譬如說我沒有記錯應該是Tone 是不是Tone 還是Dekar 有一集是致敬UlutolaQ 整集的風格就變回一些比較陰沉 整集就是Tone 但你會看得很清楚 它只是那一集 但今次就是這一場戲就這樣 這一場戲又這樣 這一場戲又這樣 這一場戲就這樣 就變得很跳脫 可能就是要遷就小朋友 但我撇開這些話不說 其實其他我就很受課 可能現在新一代看片的觀眾 習慣看YouTube片 都是這樣 即是每一條片 或者TikTok片 即每一條片都是 很Hyper 一分鐘兩分鐘 兩三分鐘就換一個通 三分鐘就換一個通 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 我反而會買中哥的想法 因為本身真的可能要 招呼一些小朋友 想有一些技術 令到他們很開心地笑 這一個處理方法 我覺得會是機會比較大 不過我自己就坦白說 你重視小朋友之前看 剛才說Z 亦都說Blaser 我又不覺得沒有這些長口 小朋友會看得不開心 但那兩套 我又覺得不是小朋友向 你看我們這些看Blaser 看得這麼興奮 其實大人向 成人向 今次這一套 有很多不同頻道的師兄都說了 今次的特攝裏面 即特攝的畫面 其實挺加分 拍得挺好 有些超人打鬥的場面 還有一件事 將個謎團解開了 很聰明的 我見很多師兄都說了 經常都說 鹹蛋超人在地球活躍時間 是三分鐘 每次都不止三分鐘 即是打多過三分鐘 今次他就用 今次不用解釋 因為他用了一個實時 有一個timers 他因為真的見到 他真的三分鐘 看到第二男主角 他拿一部手來電話 看到他打 立刻拍下他 他跳到時間上 他實時告訴你 三分鐘 究竟他們怎樣打 就是打了三分鐘 而且這個 當然拍攝來說 你會知道他不是一鏡頭 但你真的看的時候 他真的當是一個鏡頭 連續打了三分鐘 讓你看到他怎樣出來 怎樣用三分鐘時間消滅了怪獸 這是很聰明的 因為真的有個時間 第一次這樣表達 第一次這樣表達 沒有騙了 來到地球 很有趣 是一個四五十年 怎麼止 五十八年 五十幾年的franchise 現在還在想一些方法 去 justify 以前剩下的問題 最重要 大家我想 那些鹹蛋超人粉絲都知道 你那三分鐘的原因 是因為不想燃燒經費 燃燒得這麼誇張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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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將他這麼有條理 去表達給觀眾看 這個真是第一次 是呀 裏邊呢 其中就是那三分鐘的打鬥畫面 大家都很收貨 是 兩樣東西 第一就是 你見他跌到大廈之後 然後他慢慢起來 他不是拍他 就這樣起來 其實阿郎就容置了鏡頭 後邊 他前面就是 他如何起來的時候 經過每一層大廈 這樣才發生過甚麼事情 嗩 你搞得我想看 逐層 我想看 這層是甚麼呢 之前呢 自己看過的 只很多人都見到 他在 一層 例如 office 那層裡面有人 怎麼前後 tomato 其實由頭到尾 日圓依然是不用CG而用道具去拍攝打鬥 是燒錢的 所以真的值得看 這項除了錢之外 我覺得他沒有特別用多了錢 應該跟之前差不多 但這個是個心思 因為他做一層是這樣做 但他會想到我慢慢升上來的時候 做多一層 製作費不會用得太突然加多 因為他層樓都是六層高 但就是個心思 我要做這個做這個做這個 這個就是看那一組鏡頭 我都覺得值得加分 重點是 我特別是令和年代的鹹蛋超人的拍攝手法 和分鏡 和以前比進步了好多 那種逼力 你作為一個人的視覺去看一些 40米高的巨人的戰鬥 他每一套鹹蛋超人都做到那種逼力 還要表達方法是每次不同的 多興奮 所以真的很值得看 還有這次之前一集的導演 今次說了事 他最招牌的就是 好像大張政紀風 或者說風 拿著那個武器 這次就是那把眼鏡劍 風 那把劍要在畫面佔了大部分 然後出人機後面 令到他很有迫力 他之前都用這招 譬如SATAL的時候 就是這樣 拿著那把眼鏡劍 但見到他來拿著那把眼鏡劍 又很細拍 還有另一個特色 就是很喜歡他那隻狗 每一次都有他那隻狗出場 他真的養了一隻狗 而他很喜歡那隻狗 每一次都加進去 今次有人說 沒有 不見那隻狗 其實有的 他有一個智能機械人 那個智能機械人是頭和身分開的 但頭走之後 他的身就會變成一個狗的樣子 他把自己的特色東西放在他的片集中 所以今次我覺得這些深思東西值得大家去看 還有說就說 叫招呼小朋友 這次其實ARK都有招呼一些老鬼 大家留意飛酒 喊的聲音 都是很超鑊味 這套東西真的可以 通常你要解釋名字是怎樣來的 有時候不解釋 這次要解釋為什麼叫ARK 因為如果他飛走的時候 就會有一道的彩虹 好像彩虹那樣的環 喬狀 就是ARK 不如我就叫他做 不要試著叫他做什麼迷之巨人 叫做 Ultraman ARC 就是這樣 挺好 挺好 都繼續期待 雖然是半輪番 但好看的就一定支持 好 馬上去到Netflix 講完我看過Rise 最初看過一套鹹蛋超人 你怎樣看呢 這次是動畫化了 因為我沒有看過鹹蛋超人 太好了 其實我們看慣了鹹蛋超人 我們說的某程度上是有Bio 我想聽一聽 首先有一件事 我一看的時候 我有一個感受 故事發生在日本 一開始的時候 講英文的日本地方 是的 一來 二來就 雖然他是一個家庭 發生在關於家庭 男主角和小時候的男主角 他沒有解釋 是的 我也不需要 但是我自己 因為近來 講一些關於小弟的事情 小弟過去這半年 其實都在參與一個故事的創作 而故事的創作 就是我們每一個創作人 其實都是香港人 但是故事 我參與的時候 那個故事的方向 就已經被選選 決定了故事發生在日本 當初我們想著 如果我參考的場景 是用日本場景 人名用日本人名 那就簡單了 但是你寫下去 或者你發展到 做故事的時候 你就死了 你又想想 日本人會不會這樣做 日本人的爸爸 我好像很簡單 我的故事裡面 有一個場景 爸爸是幫女兒溫習功課 然後我突然想 好像看劇很少 我看到爸爸 幫女兒溫習 日劇來說 這些場口 爸爸是回到家很累 鬆開一條胎 然後就吃飯 還有岑姐 你都11時多才回到家 是否很不日本 我看這套Rising的時候 我就有這個感覺 雖然故事發生在日本 人樣都是日本人樣 整個背景都是日本的城市景 但是那個男主角的性格 他媽媽和他的關係 他有說過他出了外國 回到日本 但他小時候 他媽媽已經是 失蹤了 不是 小時候他媽媽在 小時候 但你覺得那個媽媽 可能他講英文的關係 我想想 這個媽媽 像不像日本的媽媽呢 好像比較上 不是很像 比較像Modern Family 而美國電視頻裡面 你會見到那種 比較豪爽的媽媽 就不像日本 不像日本媽媽 因為創作是美國人 我看到 後來我就好奇了 原來他裡面有一個 是日本人 我估計都是一個 美國長大的日本人 整個感覺就是 他是一個發生在日本 用日本的 奧場文來包裝的劇 但裡面的內籠 完全都不是日本人 我經常說 這一類型的製作 我個人 我覺得是劇本 我不喜歡這個架構 為什麼呢 因為通常 如果你是構得緊實一點 就是那個故事 就是一個故事 故事裡面發生什麼事 而世界觀 是根據他想表達 那個原意去創作出來的 而這個Rising 就分開了 我有一個故事想說 就是傳承 父子 就是傳承 兩代之間 他真的純粹關於一個家庭 就是那個思考模式 我是不是應該叫你去思考 還是讓你自己去思考 傳承 然後買了IP回來 套下去 Ultraman 就是把他的膠袋 放進去 你想想 我都要說傳承 我這次不買 鹹蛋超人可以不可以 都可以 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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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高達都可以 過斯拉也可以 龍珠也可以 買每一個不同的IP 只要把他想說的東西 都可以 我覺得這個 就是最容易的方法去創作故事 最容易 但我經常都說 其實你想說家庭 例如之前超人特工隊 你就真的做一個家庭故事的背景出來 又或者如果你真的想說 Ultraman的時候 你可以說一個 Ultraman想說的故事 Ultraman想說可以 昨天我們在另一個訪問 可以預告一下 昨天我和麥耀權導演做了另一個訪問 就是講鹹蛋超人 這個很棒 記住大家看 但裏面都可以說另外一些故事 而不用硬硬把那兩樣東西黏在一起 如果真的要把那兩樣東西黏在一起 應該有一些合理性 現在我覺得就是欠缺了一個合理性 但如果我撇除這件事不說的話 我只看這部動畫 好看嗎 好看 是看得開心 我也是好看 是看得開心 畫質 即是動畫質素是高的 是高的 Ultraman 雖然就這樣看設定很奇怪 很溜充 但他在故事裏面的表達 你就覺得他真的拉得很長 整件事都是漂亮的 故事順暢 看得很舒服 我看的時候一直看都很開心 但你真的好像剛才和德哥這樣說 不如我們看開特攝版本 我們要放下我們原本看Ultraman那種思考模式 我們欣賞Rising的感受會舒服和強烈一點 沒錯 另外當然他已經預算有Season 2 即是他結尾的時候都說他要飛去M78星雲 他媽媽要留給他 媽媽去羅惠星 這個 這個 這個引致不錯 不錯 這個不錯 大家不妨留意這一套 都挺推介的 因為真的不錯 另外我覺得大家都不妨留意 就是他出那個 現在暫時會出兩個SHF 主角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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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爸 老了之後 矮肥的狹大主角 變成人 變成矮肥了 這個 你未見過一個這樣的玩具 即是Ultraman 所以這個是挺奇妙的 我以為他會出一個Q版的BB怪獸 BB怪獸會出一個小顆的 好像是大顆的 就是這麼小顆的 但是你說遲些會不會出一隻 只會出它 我不知道 但今次他都放了一個POSE 就是如果大家有看過 結尾的時候 一起用十字死光 如果你買了兩個 你都可以放到那個POSE 這個挺期待的 是 坦白說 我不覺得玩具TV 有機會會 和這幾隻東西開箱 所以 你不打算進去嗎? 靠你了 很難說 或者實物很漂亮 我看鹹蛋超人迷 我分得很開 或者我看任何分得很開 鍾哥剛才都說了 本身這部電影 你放任何IP下去 其實故事都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 簡單來說 我看得舒服 故事流暢 變成其實 你最理想 你不是鹹蛋超人迷去看這部電影 你有機會加分 看 欣賞 看 我現在做什麼呢?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這句就是以前看別人說 到現在自己可以說 由以前觀眾的身份 變到現在可以一起聊 變成其中一個主持 最大的得罪是什麼? 開心 所以希望 我的經歷 就等於你將來可以接觸到的東西 大家一起可以 一天都有TOYS TV 大家一起感受玩玩玩樂的樂趣